还没好啊 这都蹲半个多小时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拉不出来呀 怎么用费劲呢 腿都麻了 先坐上 你先别擦了 你赶紧去给我找点蟹药吃吧 那蟹药可不是好东西 长期吃可是会得 结肠黑便病 等你肠子都黑了就完了 是 是 我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咱最后一次 拉不出来就别硬了 晚上我给你加点蔬菜 这条传言说的是 长期服用蟹药 小心结肠黑便病 听听大家怎么说 大阳 我觉得不至于吧 因为市场上 首先就有好多卖这个的 你要说吃完了这个治好一个病 又得另外一个病 也不太现实 我觉得它顶多让这个 肠道的功能弱一点 得另一个病 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 好 黑便病啊 听上去就吓人 对 为了戳破这条传言 今天我们再邀请到一位医生 有请浙江省人民医院 钢肠外科 龚文静医生 有请 欢迎龚医生 你好 欢迎 龚医生 刚才您听见了 这个传言您也了解了 白杨说他这个应该不会 吃点蟹药 不至于导致另外一种疾病 要不要喷它 要 所以这个蟹药用多了 确实会对肠道造成损害 甚至黑便病吗 是的 我们门诊遇到非常多的 这样的病人 这个是我们肠镜下面的 一些照片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 一个结肠 这是正常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肠的一些皱壁 然后看到一些正常的粘膜 它还是比较粉嫩粉嫩的 是 比较红润 鲜红不错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完全是 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对 就像我们像蛇皮一样的改变 或者叫鸡皮疙瘩的改变 但是怎么就变成了 这样的状态 那最常见的呢 是吃了我们很多的 这个刺激性的蟹药 那刺激性蟹药里面 常见的是一些 N-Kunit的一些蟹药 包括我们常见的 像番茄叶 大黄 绝明子 核手乌等等 吃了很多的这种蟹药之后 它会造成一些 滋鹤素的这个沉积 这些色素存积在我们的 这个肠黏膜上之后 就会变成我们的 这个结肠黑便病了 这种状态它会带来什么呢 它还是只是颜色上的变化 还是说对我们健康身体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结肠黑便呢 其实它除了这个颜色的变化之后 它还有很多 我们微观的结构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肠神经系统的改变 我们结肠有 黏膜下的有神经虫 它这种神经虫 它有感觉和运动的这种功能 那长期的这个 吃这些蟹药之后呢 它的这个神经会被破坏 所以很多蟹药吃的越多 可能便秘就越严重 这就是我们很多的病人说的 蟹药的依赖 蟹药用多了 让这些神经功能丧失 反而导致蠕动变差便秘 是的 这个我再往深了想 它会导致癌吗 目前的研究呢 它不会直接地导致癌变 但是呢 它可以导致 我们一些腺流性的 一些泄露的一些增生 那我们知道 所有的这个肠道的一些 恶性的肿瘤 绝大部分都是腺流 恶变导致的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有这种斑纹在 不仅有斑纹 你看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些泄露 像这种泄露的这种增生 它就会导致 这种肿瘤的这种发生 像不好的方向去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可以诱发 我们的恶性的一些肿瘤的 所以 刚刚的几幅图片 告诉了我们 我们常去服用一些恩坤类的泄药 确实会有可能导致 刚刚您看到的图片中的那种情况 那么除了泄药服用之外 很多时候救急 我们会用一些外用的手段 就比如这个 在您这儿看怎么理解它 其实开速度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药 我们救急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大便偶尔不太好解 那我们用一下 那可以 但是如果经常反复的 这个长期的使用 那就会带来很多 顽固性的这个便秘 因为我们开速度里面 其实它主要的成分是 甘油和这个存化水 它的原理其实是利用 它的高渗透性 来使组织脱水 然后再加上甘油 它还有一些润滑的这个作用 所以通过这种作用 它来刺激肠壁 刺激肠道的一些神经 刺激它导致一个排便的 一个动作的一个发生 然后通过弄滑的作用 把这个大便排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用这个开速度 去刺激的时候 就像我们家里面腌肉 抹上很多盐 那个腌肉就变成肉干了 那我们经常用这样的盐去抹 我们的肠道 那可能就会产生 直肠我们很多排便反射功能的紊乱 导致非常顽固的这个便秘 在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 你看刚才龚医生已经讲了 进去之后 它是刺激肠道分泌液体了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肺造金枯的人 你本身整个肠道里面 金叶就是枯竭的状态 反复去刺激它 还让它加强分泌 这真的是不是适得其反 对的 所以我们说 一定要把这种便秘的问题 要分类 分清楚原因 谢谢 感谢几位医生的分享 感谢准备